高聳入雲的台北101 是台北市天際線最為突出的藍色竹子 也是台北市最為代表性的建築之一 在2004年台北101完工之後 不僅成為了全台最高樓 也一舉擊敗了全世界的其他大樓 霸佔全球最高樓的頭銜5年多之久 一直到2010年才被杜敗的哈里發塔超越 不過除了台北101之外 台灣還有非常多壯觀的高樓 今天我們就一起來盤點一下目前台灣前10名的高樓吧 連距中庸大廈位於台中市西屯區 樓高39層 頂樓高度192公尺 不但是台中市最高的大樓 也是整個中台灣最高的建築物 連距中庸大廈完工於2019年 外觀設計發想至中式排輸外型 才簡約穩重的虎腳長矩形 建材則以米色花崗岩與灰色玻璃為主 而因為坐落於七奇重劃區 連距中庸大廈也要升為全台中最貴商辦 每平單價約50-70萬 目前則有易峰工業 玉山銀行 九星控股等大咖企業進駐 遠雄金融中心又名遠雄信義金融大樓 位於台北市信義區 樓高32層 尖頂高度208公尺 是目前台北市第五高的建築物 遠雄金融中心落成於2013年 外觀由台灣建築師李祖元設計 以西方經典建築帝國大廈為輪廓 融合東方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概念 打造世界級企業總部大樓 目前遠雄金融中心的22-32樓 由遠雄集團和遠雄人獸使用 其餘樓層則有其他知名企業成租 國泰智地廣場位於台北市信義區 樓高46層 領樓高度212公尺 是目前台北市第四高的建築物 國泰智地廣場建成於2015年 是信義計畫區的地標性建築之一 建築與底下的台北捷運市政府站共構 第樓層由知名百貨公司微風廣場進駐 稱為微風信義 高樓層則為餐廳即供企業租用的商業空間 如台灣微軟、台灣保時捷、統一超商等知名企業 介於此設立辦公室 百陽大樓又稱Mega Tower 位於新北市板橋區 樓高50層 尖頂高度220.6公尺 是目前新北市最高的建築物 也是新版特區的重要地標之一 百陽大樓完工於2013年 目前作為遠東百貨的總部 第一樓層與Mega City板橋大圓百相連 40至50樓則為Mega50餐飲及宴會 包含望月樓、Hazia49、亞洲料理及酒廊 和50樓Cafe等擁有多位米其林廚師的景觀餐廳 長古世貿聯合國大樓位於高雄市三明區 樓高50層 頂樓高度221.6公尺 是目前高雄市第三高的建築物 長古世貿大樓落成於1992年 完工後超越同樣位於高雄市的 紅種亞太財經廣場成為全台最高建築物 大樓外觀同樣由李祖元建築師事務所設計 造型擷取東方寶塔的概念 一層一層的外型則象徵步步高升的氣勢 也是台灣少數使用花崗岩作為外牆材料的摩天大樓 星光人獸保險大樓位於台北市中正區 樓高51層 尖頂高度244公尺 是目前台北市第三高的建築物 也是目前這份排名中唯一位於台北市西區的大樓 星光人獸保險大樓落成於1993年 完工後超越長谷世貿大樓成為全台最高建築物 並且也成為台北車站附近最重要的地標 而星光人獸的總部也屬於此 自1994年至2020年間 星光人獸也舉辦了39屆大樓登高比賽 是全台灣歷史最悠久的大樓登高賽 遠雄The One位於高雄市前正區 樓高68層 頂樓高度267.6公尺 是目前高雄市第二高的建築物 遠雄The One建成於2019年 是目前這份排名中最年輕的建築物 和其他棟大樓不同的是 遠雄The One並不是作為商辦使用 在1至16樓有高雄洲際酒店進駐 並且於2021年11月21日盛大開幕 其餘樓層則大多作為住宅使用 因此也是全台最高的純住宅建築 台北南山廣場位於台北市信義區 樓高48層 頂樓高度272公尺 是目前台北市第二高的建築物 台北南山廣場原為世貿二館用地 而在2012年南山人獸取得該地地上泉之後 世貿二館隨即於隔年拆除 而興建的南山廣場也於2017年完工 目前南山廣場的低樓層同樣有微風廣場進駐 成為微風南山 高樓層則作為辦公空間、餐廳實用 高雄八五大樓位於高雄市林雅區 大樓名稱取自樓層數85層 尖頂高度378公尺 是目前高雄市最高的建築物 八五大樓落成於1997年 完工後超越星光人獸保險大樓 成為全台最高建築物 大樓外觀由李祖元建築師事務所設計 在一樓至35樓間分為南北兩棟 到了36樓又合二為一 如此特殊的外形有兩層含義 一是因為中空的設計 在風水上可使氣流順暢 二是大樓造型神四漢字高 儀表所在地高雄市 雖然八五大樓為高雄市的重要地標 但它卻有著坎坷的命運 在開業初期的主題樂園 幾百貨公司分別因為意外事故 和經營不善先後停業 高樓層的酒店則多次因為掏空案遭到法拍 目前由海霸王集團標下 不過仍然停業中 今天的八五大樓早已失去昔日的風華 內部大多為空樓層及凌亂的日豬套房 只能期望未來能有東山再起的一天 台北101位於台北市信義區 大樓名稱同樣取自樓層數101層 堅頂高度509公尺 是目前台北市最高的建築物 也是全台灣最高的大樓 台北101竣工於2004年底 完工後不但超越八五大樓成為全台最高建築物 也同時超越馬來西亞吉隆坡的雙峰塔 一舉成為全球最高摩天大樓 大樓外觀也是由李祖元建築師事務所設計 層層相疊的八組倒梯琴結構 除了有吉祥數字8的意涵之外 看上去也如同竹子一般有節節高升之意 台北101在建築後打破了世界高樓的紀錄 但若是將樓頂的天線計算進去 台北101的高度則從未超過 位於美國芝加哥的威利斯大廈 不過除了大樓本體之外 台北101當年也創造了許多紀錄 例如大樓內的電梯以每秒16.83公尺的速度 創下金氏世界紀錄 從5樓直達89樓只需37秒 而懸掛於87-92樓的阻尼器 也曾經是全球最大的風阻尼器 重達660公噸 並且是當時全世界唯一開放參觀的阻尼器 那麼這樣我們就大致認識了現在 全台灣最高的10棟建築 不過目前全台各地還有非常多高樓正在施工中 再往後的數年內又會誕生許多超高層建築 現在我們就一起來看看 未來還會有哪些高樓擠升這個行列吧 位於新北市林口區的東森總部大樓 是林口媒體園區開發案的重要地標 基地於今年4月正式動工 預計於2025年完工 完工後將成為一棟38層 199公尺高的摩天大樓 未來除了將位居新北市第二高樓之外 也將成為東森集團的全球營運總部 並且預計與金華酒店、三井集團合作 打造一處全新的娛樂順地 台中之傳位於台中市西屯區的七祈重劃區 由台中商業銀行投資建造 未來也將成為該行的全新企業總部 台中之傳於2018年動工 預計於2023年完工啟用 樓層數為38層 尖塔高度225公尺 落成後將成為台中市最高樓 以及台中市唯一超過200公尺高的摩天大樓 富邦凹子底為富邦仁壽在高雄投資興建的大樓群 位於高雄市古山區 並且於2021年動工 預計於2026年完工 計畫中包含了南北兩棟建築 其中北塔高達239.8公尺 樓層數48層 完工後將涵蓋商場、辦公、旅館、水族館等設施 並在地下與高雄捷運凹子底站連通 同樣由富邦仁壽投資興建的富邦信義A25總部 則位於台北市信義區 於2017年起造 預計於今年內完工 完工後將成為移動54層 266.3公尺高的大樓 重新粉刷信義計畫區的天際線 原本大樓內將引進國際頂級飯店瑰麗酒店 但由於觀光景氣不佳 富邦仁壽於2018年將旅館規劃改為商辦 另一棟位於台北市信義區的大樓 則是台北天空塔 前身為原中國信託總部大樓 舊大樓拆除後 台北天空塔也於2019年動工 預計於2023年完工 未來將成為一棟47層 280公尺高的建築 超越南山廣場 邀居信義區第二高樓 而大樓內部也將有博越酒店 安達市酒店共同進駐 成為台北市的全新地標 最後則是之前已拍影片介紹過的 台北雙子星 在經歷一番波折之後 台北雙子星終於確定由 藍天電腦與紅繪集團共同得標 並且於今年3月向台北市政府申請建造 最快今年底可動工 2026年完工 計畫中包含了兩棟建築 其中C棟為55層 289公尺高 D棟則為74層 369公尺高 兩棟大樓分別將成為台北市第二第三高樓 為台北市西區呈現出新的面貌 看完了這次的影片之後 大家是否對台灣的高樓大廈更加了解了呢 其實過去台北市和高雄市就曾發生過高樓戰爭 彼此互相搶奪全台最高樓的頭銜 而歷史上台灣的最高樓又是如何演變的呢 這或許也是個有趣的話題 那麼今天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有辦法在留言區分享 你也想法給大家知道喔 那我們下次見吧 掰掰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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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